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简要新闻,我是饶一鸣 本台综合消息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被控颠覆国家政权案星期三上午 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庭审大约进行了两个小时,将于星期五九点宣判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弟弟霍准到庭听审 他听审后对媒体表示,检察官指刘晓波犯的罪行严重 但并没有提出良心的要求 刘霞的弟弟说,刘晓波看来健康以及精神良好 刘晓波在庭上表示,他行使了言论自由权 但并不承认颠覆国家政权 刘晓波的一位代表律师丁锡奎表示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如果被判罪名成立 可能面临最长15年监禁 刘晓波去年底,参与起草零八宪章 要求改善民主人权,随即被捕 人权组织已经指出,中国官方故意 在西方假日期间审判刘晓波 让全球对此案件的关注减弱 本台综合消息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三 开庭审判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 一大早就有不少人前往法庭外声援 数名民主人士被警察带走 所有外国记者只能在指定的媒体区等候 一百多访民也挤进了媒体区 向外国记者们展示自己明年的横幅、纸板和状衣 期间包括访民在内的不少人喊口号 有几位访民被警察塞进警车带走 同时有几位老年知识分子也到场 但随即有国宝围上去要求他们回家 星期三推特网的推友们到了十多位 大家通过推特互相寻找 并用英文书写了推特观光团 释放刘晓波的标语 还有网友带来了黄丝带 现场有很多朋友索取佩戴 有人配上了黄丝带后齐声喊口号 小波回家言论无罪 本台消息 和刘晓波一起共同起草或签署 零八宪章的中国公民 在得知刘晓波即将遭受刑罚之时 发起签名运动 表示愿意和刘晓波一起承担责任 据报道 这一签名运动的第五批签名者有73人 本台综合消息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星期三开庭审判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 法庭以旁丁证已经发完为由 拒绝欧美等多国外交人员旁听 但是现场仍有包括美国 英国 加拿大 瑞典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 十多国的外交人士在法院外等候判决 美国和欧盟已经呼吁中国无条件释放刘晓波 北京表示这是干涉中国内政 北京消息 据香港明报星期三报道 中国宪政学家张博树怀疑因批评时政 前日被其工作单位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除名 社科院哲学所的决定指出 张博树应违反请假规定旷工两个月 限期三个月内离职 张博树认为此次被除名真正的原因 是他近日发表了大量批评中国现行政治体制 主张推进中国宪政改革的文章书籍和言论 北京消息 据香港明报星期三报道 中国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阿佩阿旺静美 因病于星期三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据香港明报报道 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第四次陈江会会场管制区外 星期三晚上爆发冲突 一名警长从抗议者的宣传车跌下重伤 警方拘捕6人 上海消息 上海地铁星期二发生通车16年来最严重事故 贯穿市区南北的1号线先发生停电意外 造成上万的乘客滞留 随后两列列车侧面碰撞 数千人被困车厢长达3个小时 有乘客不适晕倒 少量乘客受轻伤 事件中无人死亡 但估计受影响的乘客逾百万 列车服务其后分段开通 6个小时后才全线恢复通车 布宜诺斯艾利斯消息 据路透社星期三报道 阿根廷的一位法官12月17号 要求国际刑警组织下令逮捕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前安全首脑罗干 因为他们迫害法轮功犯了反人类罪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饶一鸣 谢谢收看 再见